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我们来看两张照片 这位开怀大笑的阳光少女 如果我说她是撒哈拉以南 某个部落的明日之星 大伙应该不会怀疑吧 还有这家子兄弟姐妹 蓬松微卷的头发 黑白分明的眼眸 幼黑的皮肤映蹭出洁白的牙齿 明眸好齿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你认为他们是新非洲的幸福一代吗 错了 这两张照片中的主人公 没有一个住在非洲 他们被称之为尼格利陀人 生活在今天的菲律宾 和安达曼群岛的边缘地带 尼格利陀在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矮黑人 在早期西班牙殖民者 看到他们的时候 觉得除了比非洲黑人矮小一些 目测没啥区别 所以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你可能会说 这不正好就是当前最主流的人类 走出非洲的铁证吗 黑皮肤的非洲智人远走东南亚最后演化成了今天的尼格利陀人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故事开始之前 先通知一声 本周的会员节目黑猩猩007已经上传了 黑猩猩的行为让我们大吃一惊 这家伙不仅不简单的是吃货 人家还有观察和自律的能力 甚至还自带做特工的素质 请朋友们记得收看哦 一艘巨大的飞船 冉冉从天而降 降落在远古澳大利亚的一个内陆湖泊旁边 只见飞船的舱门缓缓地打开 扶梯延伸到了地面 一群黑皮肤的人从飞船里走了出来 他们来自于一颗遥远的行星 母星死于几个文明之间的核战争 黑皮肤的外星人好奇地左顾右盼 呼吸着湖边的新鲜空气 地球上的如荫绿草天空中的白云 让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惊魂之旅 能够从核战后的废墟中逃生 又穿过了茫茫宇宙 最后降落到了这样一个美丽富庶的蓝色星球 让人们非常满意 当黑皮肤外星人登陆澳洲的同时 另一艘巨型飞船在东南亚的孟加拉湾附近降落 从飞船里走出来的是一群黄皮肤的人 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洋 他们也很满意于这里的和平与宁静 决定在这里重新建立城市和国家 以上这两幕可不是什么黑豹前传 而是来自于一本科幻小说 叫做《海奥华预言》 书中登陆澳大利亚和孟加拉湾的外星人 是地球上黑色和黄色人种的始祖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害人听闻 因为我们所熟悉的论断是 地球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 就没有澳洲和亚洲什么事儿 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类制人最早生活在非洲 大约在距今七万四千年前 他们走出非洲 然后陆续向欧洲亚洲澳洲美洲全世界迁徙 繁衍生息了起来 最后创建了我们的现代文明 有八十亿人口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在《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个说法 大行其道几乎都被当成常识的时候 《海奥华预言》的作者米歇·戴斯·马克特 会让自己书中的外星人降落在了澳洲和东南亚呢 那科幻小说是不是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呢 那当然不是了 杠精会怼死你的 科幻科幻是有科才有幻 当代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都是有科学理论作为依据的 那么《海奥华预言》的作者 他的科学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时间回到1992年 两位人类进化学的明星教授威尔逊和坎恩 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 叫做《人类近期非洲起源》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们根据对人类线粒体DNA的研究 得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 一位远古非洲妇女 他们称之为夏娃零号 她就是现代人类线粒体的DNA源头 换句话说 我们所有人类 网根上说都是这位非洲女性的后代 她是人类的老祖母 DNA是现代人熟得不能再熟的一个概念 是人体上的遗传物质 人体细胞的DNA是存在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细胞核 就是图上的这个区域 是细胞的核心区域 另外一个就是线粒体了 线粒体是细胞里的一个小型能源工厂 也就是图上的这些黑色圆点 放大了看 它是这样 根据威尔逊和凯恩教授的假说 现代人类的出现大约是在20万年前 走出非洲是发生在大约74000年前 进入东南亚岛屿要晚一些 大约是在5-6万年前 最后登陆澳洲定居就更晚了 大约是发生在4-5万年前 也就是说澳洲是除了美洲之外 人类最后进出的区域 假说有了 接下来就是找证据了 有了证明 假说就上升到了理论 那这两位在进化界 就是宗师级的人物了 说干就干 威尔逊和凯恩收集了100多个 人类的线粒体DNA样本 然后分析了这些样本的序列 他们发现人和人之间 个体之间的线粒体DNA差异很小 只有0.4%的差异 其他哺乳类动物 同种的个体之间的线粒体差异 要大得多 比如黑猩猩个体之间的 差异是1.5% 就足比人类高出了4倍之多 这个近4倍的差异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智人作为一个物种 它在地球上存在的岁月 比黑猩猩短多了 因为一个物种存在的时间越长 线粒体DNA 它积累的变化就越多嘛 个体间的差异也就越大 当然这是进化论的推导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们后面会谈到 坎恩和威尔逊 对这个线粒体对比的结果 满意的嘴都合不上了 因为这个结果证实了下巴零板 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高 今天全世界80亿人 很可能真的在距禁不太久之前 有一个共同的老祖母 那接下来就要看 人类线粒体的DNA差异 是不是呈现着某种规律性的分布呢 比如说是不是离非洲老家越远 线粒体的DNA差异就越小呢 要真有这方面的证据 那就可以推演出一个路线图 古代人类是如何走出非洲 最后一步步落地澳洲的 那就是古人类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了 于是两个人赶紧收集了更多的 线粒体DNA数据 包括非洲亚洲澳洲等地的土著人的样本 可是当结果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却杀雕了 因为数据显示 澳洲土著人在40万年前 就和其他人类群体分道扬镳了 就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 好像从一起头 就和非洲老祖母关系不大呀 而亚洲人是在大约10万年前 才和其他人类群体分开发展的 比主流认为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 还早了大约4至5万年 那剩下的非洲人和欧洲人 则是在大约4万年前才分家的 这个结果让两位教授很抓狂 因为按照走出非洲理论 最先和其他人类群体分家的 应该是非洲土著吗 在大约74000年前发生的 然后是欧洲和亚洲人分家 在距今大约600年前 然后才是亚洲和澳洲人分家 结果现在的结果 看起来却是相反的 之后更刺激的发现出现了 澳洲土著 他们的线粒体DNA的差异程度 比欧洲和非洲人高了将近10倍 如果要按照物种历史越悠久 个体间DNA差异越大 这个规律来看 难道说澳洲土著人 才是人类最久远的始祖吗 这个结果让凯恩和威尔逊教授 非常为难 这完全就是和人类起源于非洲 这个理论反着来的吗 那感情不是人类走出非洲 而是走路非洲的吗 不过在当时 走出非洲早已经是全球进化界 响当当的假说了 几乎都不可挑战了 两位大拿都很清楚 如果要反过来讲这个故事 那什么生物进化学的明星啊 什么基金啊 都会像爱情鸟那样飞走了 名利当头 所以两位一咬牙心一横 斩钉截铁地发表了文章 说基因考古证实了 人类起源于非洲 至于不利的证据 就直接忽略掉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走出非洲这个说法 有些科学家开始接受 人类有可能先出现在澳洲 这个提法 估计海奥华预言的作者 是受到了这个假说的影响 才选择让他书中的外星人 降落在澳洲的 是早先那些被丢掉的基因考古资料 影响到了海奥华预言 而不是海奥华预言 证实了基因考古 科幻中的人类十足 来自于外星 用的是高科技 当然去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都不吃力 想降落到哪就降落到哪 但是人类学中 却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游戏开场设置 把几万年前的人类 牢牢定位在了 十起时代的水平 所以人类十足 就算是从澳洲起家 散播到全世界的 那问题是他们如何跨越 茫茫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 最后跋山涉水 润到非洲去的呢 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这样的 现在不是常有人游泳 穿越英吉利海峡吗 那当然 在几万年前 这一幕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地图上度量 澳大利亚距离非洲最近的位置 是它的西北角 其实这个西北角是澳洲西侧 一个半岛的名字 但是澳大利亚的西海岸 极不可能是古代人类迁徙的出发点 因为向西望去是茫茫的印度洋 没有歇角的岛屿 事实上只可能是从澳大利亚 北部沿海出发 一个岛屿 一个岛屿的挖跳 经过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进入马来西亚 再进入东南亚 一带一带人的缓慢探路 打开地图 再穿过南亚西亚 再走入非洲 距离澳大利亚海岸线 最近的岛屿也有上百公里 要脱家带口的集体移民 还要带上最必要的生产工具 那没办法 只有老老实实的造水上运输工具 那这是上万年前的原始澳洲人 能干得了的活吗 要知道古代的澳大利亚沙湖大陆 与东南亚沉塌大陆之间 是有很深海沟风格的 哪怕是在海水最低的时候 人们也必须跨越 一百多公里宽的海洋 才能够从今天的澳大利亚 去到印尼和马来西亚周边的岛屿呢 这些石器是2016年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上出土的 考古学家把它们定年 在距今十一至二十万年之间 也就是说距今十几万年前 就已经有人移民到这个岛上了 但苏拉维西岛离澳大利亚的最近点 也有几百公里 所以从澳大利亚出发的古人 必须要用到水上交通工具 才能登陆这个岛屿 既然考古学家已经在岛上找到了石器 所以得出的合理结论就是 早在十多万年前的原始人 就已经具备了航海能力 那问题就来咯 要完成跨越大洋远距离的航海 并不是你紧紧造船就能够的事 航海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技术 它需要人群复杂的协作 所以你光靠打手势 一群人扯着嗓子吼 还不足以完成 它必须要有成熟复杂的语言才行 就算在古老 也得具备这样的语言体系 那这种古老的语言 会是一种怎样形式的存在呢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 有一个最古老的民族 科伊桑族 他们的语言非常有意思 没有大量的词汇 只有一些简单的单词 其他就靠舌头的点击声 口哨声 模拟动物和鸟类的声音 再加上手势和肢体语言 就能够完成复杂的沟通了 这种语言被称之为点击式的语言 有意思的部分就来了 在远隔万里之外的阿根廷南部的火地岛 原住民使用的也是这种点击式语言 最重要的是目前可以确定 火地岛的原住民 就是始前时期从澳大利亚进入美洲的移民 所以语言学考古 把澳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 直接联系了起来 有了语言船队把这些线索串联到一起 我们可以思绪飞扬出这样一幅画面 远古澳洲人原本过着悠闲 乐天之命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有一群人想着 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看看 于是坐上船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登陆到了印尼的岛屿 于是把当地也变成了一个繁荣的人类聚居区 有了安定的生活 当然就开始向往诗和远方了 2014年考古学家在印尼爪哇岛上 发现了贝壳上雕刻的几何图案 图案最早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 考古学家们认为 他们是目前地球上已知最早的抽象艺术 你看看都抽象艺术了 还不适合远方吗 而且现在的考古学发现 几大古人类 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在东南亚这片土地上 共同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有认知和创作能力 那是人类高级思维的重要证据 特别是抽象化 它再往前走一步 那就是文字了 所以这也是现代人的智力象征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在很早很早以前 印尼岛上就居住着现代人了 有了稳定的生活 又满足了失于远方的向往 印度尼西亚群岛又足够复述和辽阔 那为什么来到了印尼群岛上的澳洲土著人 还要再迁徙到非洲和其他地方去呢 那是因为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降临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 根据安布罗斯的多巴大灾难理论 在大约74000年前 印尼苏门达拉岛的多巴超级火山突然爆发 火山把大约2800至13200立方公里的熔岩和灰尘 抛洒向天空 东南亚地区的地面立马覆盖了一层15公分厚的火山灰 火山导致生态急剧恶化 这场灾难给北半球带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温天气 最夸张的估计是这场火山喷发导致了近1000年的低温天气 气候的急剧变化 立刻就给果子摘不完 傻鸟抓不完的古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一些人选择留守等待 他们也幸运地活了下来 留守者当中的一只就是我们故事开头提到的尼格利陀人 小黑人 对 他们是一个比非洲黑人更为古老的族群 现在遗传研究发现 和尼格利陀人最接近的人群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也就是古代澳大利亚大陆 沙湖大陆的一部分 而尼格利陀人早在7万年前就和非洲黑人分道扬镳了 也正好和这次火山灾难之后的大迁徙时间吻合 火山大劫后余生的人类开始了迁徙 有走水路的也有走陆路的 有一部分人最终穿越南亚和西亚 抵达了非洲 走入了非洲 但是最终成功抵达的人数并不多 遗传学家安波罗斯 估计最乐观也只有一万来人 按照最悲观估计就是不到三千人 最后存活下来的智人 在非洲留下了他们的遗传印记 当他们的群体记忆恢复之后 又重新走出非洲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讲到 两位论证走出非洲说的教授发现智人 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 差异度非常之小 因为它就是一个从很小的群体 重新繁衍起来的 当然上面的故事只是人类起源的一种假说 史前人类虽然落后行动迟缓 但是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 很可能和今天的人一样 有深度的民族融合 今天的澳大利亚原住民 亚洲尼格利陀人和非洲的科伊桑人 都有类似的创世信仰 他们认为原始创造者 是一条像大蛇一样的神 又叫做彩虹蛇创世神话 而且这些族群的血型都极少出现B型和A2这两个血型 但是这两个血型在其他地方的人群当中却很常见 隔着茫茫印度洋的两个土著人群 如果没有共同起源 它就很难有这种文化和血型上的高度雷同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构建一下 人类走出澳洲走路非洲以及分支发展的路线图谱 古智人从澳洲渡海进入东南亚的迅他大陆 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苏门达腊、爪哇岛等地 然后再从这里分支 一部分留在这里 还有一部分沿着海岸线走水路 另外一部分走陆路 进入南亚、东亚和西亚 最后有一部分进入了非洲 人类起源的神创说 在进化论之前是全球的主旋律 但是在一个科学的时代 进化说已经占据了主流 把人类起源也解释成了一种进化 虽然说很多环节说不清楚 但非常强势 以至于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 两位基因考古学的大拿 即便是找到了不同的证据 也不敢发声 只能随大流 但是也总有不赞同进化论的异端 他们另辟蹊径 开创了其他的起源底论 比如海奥华预言 就是其中的一种 人类来自于太空 是外星高级生命移民地球的后代 还有一类创世说 是说人类是外星人基因工程的产物 是改造地球物种的产物 比如西秦的地球边年史 人类到底是来自太空的移民 还是某种基因工程的产品 其实这两个说法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触及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人类基因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它的创造者是谁 所以人类的起源往根上说是一个远为复杂的谜题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咱们这期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搞了半天 不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而是进化论限制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化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